下午1点 35岁老将马龙宣布职业生涯意外决定 樊振东遗憾 刘国良心疼不舍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关于咱们国评老将马龙 这位35岁的双圈大满贯得主 他也是在下午1点中宣布了一个令所有球迷感觉到意外的决定 那么伴随着这个决定出炉之后 让很多的国评球迷也是感觉到想不通 那么同样让樊振东也是颇感遗憾 让刘国良更是心疼不舍 那么我们都知道马龙作为双圈大满贯得主 他的职业生涯所达到的这种辉煌的成就 在国平南队来看的话 起码是前无古人的 那么对于马龙来说 他的职业生涯确实堪称是辉煌 堪称是传奇 那么在此前的德班士兵赛上 我们看到马龙他也是接过了属于他的士兵赛的 这个复刻版的圣伯来德杯 那么这也意味着 其实马龙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士兵赛之旅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那么当时马龙也宣布 其实这一届士兵赛是他所参加的职业生涯 最后一届士兵赛的单乡赛了 他自己其实很珍惜 能够站向德班士兵赛的舞台 对于他来说就已经是一种非常莫大的荣耀了 而他又能够接过了这一次奖杯 算是让他的职业生涯看上去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那么很多球迷也都认为 其实对于马龙而言 很有可能在接下来随时都面临着宣布退役的可能性 因为对于马龙来说 其实他到了35岁的这个年纪 运动员他的身体技能肯定是急速的下滑 马龙之所以能够依旧把自己的水平保持在世界一流 就证明了他付出了 其实比那些年轻队员更多的这种努力 他才能够保持住这种状态 但是如果每天都是如此高负荷的在运转在训练的话 对于马龙的身体也是一种很大的消耗 是不利于他的身体健康的 所以说马龙他在完成了这种新老交替传帮带的任务之后 能够带出来了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去接班之后 如今伴随了王楚清的快速成长 让国平男队其实已经有了樊振东跟王楚清在单打上的这两张王牌 那么马龙他也可以安心的完成这样一个交接棒 就可以安心的未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候 选择退出选择退役了 对吧 所以说目前来看 马龙随时都有可能做出这样一个退役的决定 当然对于很多国平球迷来说 肯定内心是不舍的 我们是希望马龙能够再继续坚持两年的 因为毕竟对于马龙来说 虽然他现在已经很难再具备了去抗衡樊振东这种世界顶级运动员的实力 因为他很难在这种世界顶级大赛中 打击男男决赛去争贯 目前来看 马龙他的竞争力在逐渐的下滑 但是他的这种球风 他的在赛场上的这种驾驭比赛的能力 还是非常令广大国平球迷感觉到赏心悦目的 所以说大家也非常的期盼着马龙能够继续再坚持坚持 能够为国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再带一带我们的年轻队员 那么但是呢 马龙接下来是选择退役 还是说继续选择坚守在一队 帮助国平继续带一带生余的年轻队员 接下来就看马龙在本次德班时兵赛结束之后 在结束了休假之后 在下半年 他是否会代表国平去参加一些国际比赛 看看他会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出怎样的决定 这一点很关键 如果在接下来国平收假之后 对吧 马龙不代表国平出战国际比赛了 那么就意味着他跟此前的许心刘士文一样 直接陆续的淡出国平了 但是如果说接下来的国际比赛 马龙依旧去代表国平去打的话 就意味着他很难放下国平的这片赛场舞台 他舍不得离开乒乓球的赛场 他还需要继续完成传帮带 继续帮国平做出贡献 继续帮国平带新人 在2015的13点中我们看到 国际拼联也是正式公布了国平 在7月初参加WTT球形挑战赛 斯洛文尼亚战比赛的参赛名单 我们看到了老将马龙的名字 他将会跟袁立成搭档男双的比赛 已经完成了报名参加这一次男双资格赛 能够看出35岁的老将马龙 宣布了一个非常意外的决定 当所有人都认为他大概率将会选择退役的时候 他却选择毅然决然的继续坚守 哪怕是从资格赛开始打起 他都不舍得离开这片赛场 足以证明了马龙跟乒乓球这个舞台 是多么的有感情 那么这也证明了老将马龙 接下来他也将会继续坚守在一线 为国平带新人 对吧 这就是老将马龙身上的这种责任 和担当的这种精神和意识 也值得我们为马龙竖起一个大拇指 也能够看出马龙 他不愧是我们国平的一代楷模 那么同样对于樊志东来说 他却无缘报名本次球形挑战赛的男双比赛 他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遗憾和失落的 那么同样看到老将马龙的这份坚守之后 让国平掌门人刘国梁内心也一定是破防了 他也是非常的心疼 不舍马龙 是吧 能够看到马龙 是吧 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坚守 这真的是我们国平一代传奇啊 是很多人 不舍马龙 你不舍马龙